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月20日 其實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甚至乎傳媒也引述了我這個說法 我說共產黨鬥爭是常態 和平交接反而是特例 無論是蘇共、中共、粵共 都是這樣的 反而古巴和朝鮮是相對來說穩定一些 因為他們用了一個最簡單的 最傳統、最原始的做法 就是用血緣去決定 尤其是朝鮮 就是父傳子、子傳孫 血緣決定 就是幾千年來人類歷史 那些王朝都是這樣的 這樣相對來說是非常穩定 因為用血緣 無論像古巴一樣 輕忠帝級還是朝鮮 世代相傳 就是客觀 其他人一早知道是無望 就不會去爭奪 但是相反 好像蘇共、中共和粵共 就是不斷鬥爭的 尤其是理論根基來自列寧時期 所謂布爾什維克主義 布爾什維克其實很強調多數人 什麼叫做多數人? 多數人的政黨 其實多數人的政黨就是由少數人去領導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核心思想 就是由少數人的精英分子 又叫先進階級 去領導黨 黨再去領導全體人民 他跟被打敗的派 就叫做萬十維克 不同 萬十維克就是強調多數人 其實多數人都可以加入黨 雖然萬十維克在俄文的意思就是叫做少數人 布爾什維克叫做多數人 但是實際上的含意是相反的 萬十維克其實說每個人都可以入黨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制生成為領導 但是布爾什維克就不同了 就是先進階級去領導 所以全部他都是講階級的 階級性的其實是 全部都是講黨性 黨性就要講階級性了 有些人注定是被領導的 有些人注定是要領導人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 他被領導 被領導的時期就會不服氣了 他就想去調轉領導人 所以就出現了權力劇烈的鬥爭 蘇共幾十年來鬥爭不斷 列寧死了之後 尤其是在過渡時期 這個鬥爭是 槍林彈雨 腥風血雨 列寧死了 就出現了托洛斯基和史太林的鬥爭 史太林一死了 當然史太林在位很長時間 這也是看到共產黨的特性 就是如果那個人領導人 在位長時間 其他人就很難挑戰到他 但是往往的交替 尤其是一落台 或者一死亡 就會出現了紛崩離析 長時間國家動亂 就會出現了這種情況 所以史太林一死了 就到了蘇修主義 黑魯曉夫 馬林科夫 這些不斷鬥爭 然後又穩定了一段時間 進入了集體領導 然後出現了戈爾巴喬夫 又出現了無數的劇烈鬥爭 最終令整個蘇共瓦解了 所以中共也是如此 毛澤東 毛澤東不斷鬥爭才成為了紅太陽 之前已經論述過很多次了 然後毛澤東又跟彭德懷、林彪、劉少奇、鄧小平 有權力鬥爭 所以出現了文化大革命 之後華國鋒上台 四人幫下台華國鋒上台的時期 又出現了鬥爭 最後鄧小平復出 然後改革開放時期 集體領導 集體領導也還沒穩定 變成了胡耀邦、趙紫陽被鬥爭 所以共產黨、中共 其實只有兩次和平交接而已 1949年之後只有兩次和平交接而已 就是江澤民交給胡錦濤 江澤民也是因為政治鬥爭而上台的 趙紫陽下台 到江澤民上台 所以只有江澤民交給胡錦濤一次 另外一次就是胡錦濤交給習近平一次 1949年以來只有兩次和平交接而已 所以下一次 如果是和平交接 其實就是特例 鬥爭出現了分崩離式 反而是慣例 所以越共其實也是如此 今天就講講越共 越共 現在外面很多分析評論 都認為越共出現了一次權力鬥爭 權力鬥爭在越共是怎麼樣呢? 我們看看 胡志明是開國 遠愛國 胡志明是開國 開國人是很難挑戰到他的 因為他是太祖 所以胡志明時期 到了69年 也是絕對領導 沒有人可以挑戰到 到他一死了 就變成了第二個人物 就是黎筍 黎筍又沒有人挑戰到他 為什麼呢? 他成功帶領越共 去統一了越南 所以變成了 也是民族英雄 所以沒有人挑戰到頭兩任 但是 當黎筍死了之後 1986年 越南進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期 這個改革開放時期 出現了劇烈的政治鬥爭 就是阮文寧 1991年因為病去世 因為離職 就變成了杜梅做總書記 但是杜梅又是因為黨內 又有壓力 又有保守派和改革派 最終在1997年 被鬥下台 黎可飄 就變成了總書記 但是 2001年 又是罷免了黎可飄 所以 黨總書記在越共裡面 不斷地出現了權力交替 政治鬥爭 因為整個共產理論就是透過鬥爭去淨化 而淨化出來的人 絕對的領導就是先進階級 其實就是由列寧 開始了這種鬥爭路線 鬥爭思維路線 史太林是推至高峰的 所以無論中共還是越共 是繼承了列寧和史太林 那種思想的 所以 越共也是不斷鬥爭的 現在 現在就是由遠副仲 做越南的黨總書記 他是第一把手 但是 正式去管治越南的 尤其是主管經濟就是遠春福 之前很長時間做總理 現在就是國家主席 結果 在三天前 我看翅膀明夫的分析 他就說越南發生了政變 因為遠春福下台 原因就是因為越南爆了一宗貪污的大案 就說新官檢測大規模貪腐 結果兩名副總理被罷免 然後遠春福就說引咎辭職 要下台了 就因為管理下屬不力 有貪腐 很多人的分析認為遠春福是比較親美的 是改革派 但是黨裡面有一些是保守派的 親中一些 就是 對於改革 尤其是權力 那種下放 是很有意見的 所以就出現了政治鬥爭 你說是不是因為貪腐而導致下台呢? 其實共產黨的特性就是貪腐 這是必然的 因為權力是寡頭 寡頭 既然是寡頭 你有這麼大的權力 你就可以貪了 但是問題是貪的是貪什麼呢? 譬如說 早十年左右 廣州我經常看到的士司機掛著毛澤東的照片 第一有些人就當毛澤東去辟邪 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懷念毛澤東時代 認為毛澤東時代沒有貪污 十幾年前大陸貪污很嚴重 習近平上台前貪污是很嚴重的 我以前在學校 小區保安都貪污的 收那些白牌車司機 收他10-20元就放他進來 結果校內多了很多白牌車 全部是有系統地去做這件事的 十幾年前是很流行的 直到慢慢改革 就是習近平打貪 大概到了15年16年 這件事才開始收斂了 因為打老虎打完之後就開始說打倉刑 所以就收斂了 但是問題 收斂了不代表他不貪 貪的東西變了 人們懷念毛澤東 毛澤東沒有貪污 毛澤東的年代沒有貪污 毛澤東打貪打得很厲害 正如朱元璋 打貪打得很厲害 但是沒有貪錢 就變成貪 另一件事就是貪權 毛澤東時期沒有貪錢 但是貪權 你做到幹部 你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做到領導 你就可以享盡榮華富貴了 在這個年代 即使大躍進的年代 我之前跟大家研究過 引用南京大學曹樹基教授的研究 大躍進的年代沒有飯吃 餓死幾千萬人 幹部也是有飯吃的 優先給了幹部 幹部沒有飯吃 誰管治國家 誰去控制下面的人 沒有飯吃 他們就會造反 歷代都是這樣的 所以大躍進時期 都是優先給幹部開飯 還要吃得很好 下面餓死人 下面餓死人 你就以防他造反 就要幹部 要兵 要幹部和兵 你還可以牢牢掌握 槍剛子女出身權 所以這個貪是必然的 問題是是貪錢還是貪權 當打貪錢 就會變成人權力更大 他們變了越貪權 所以這個其實實在是尋租 power when seeking 無論是錢還是權 其實是沒分別的 所以權命利財識 全部都是同一樣東西 那你有錢貪的時候就貪錢 當你反貪的時候就貪權 當你有權其實就不需要有錢了 因為你有權力 你又可以消費 那些全部開工數 然後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你就可以派子女進入國有企業 那你就不需要貪 在國有企業裡面做董事 做高層 年薪以千萬計 那你還何必真的收那些企業錢 收那些外國的代理人錢 你又何必要這樣呢? 所以有權就不需要貪污 不需要貪錢 但是錢和權其實都是污 其實沒有分別 這就是寡頭政治的特色 其實全世界的政治都必然如此 美國金權政治都是如此 但問題是那些就會有輪替 你變成做四年就下台 你又不敢搞這麼盡 無論貪錢還是貪權 不敢搞這麼盡 否則的話你就很容易被人追究 但是在共產黨的管治模式 很多時候是終身制的 他的權力是終身保護的 所以變成了 你就可以 最大化你的利益 盡量爭取最大化的利益 至少是他們以為他們會做到終身 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不過講起越共還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講一下 大家知道越共的創黨人 就是胡志明 胡志明在哪裡創立越南共產黨? 最初不是叫越南共產黨的 就叫做印度支拿共產黨 因為是法國打敗了越南 吞併了越南 以及打敗了中國 也不是中國 清朝的軍隊 然後控制了越南一帶 其實以前叫安南 變成了印度支拿 法屬印度支拿 所以胡志明創立的時候叫做印度支拿共產黨 其實就在香港1930年創立的 創立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九華 九龍華人書院 由此可見 在港英殖民地年代 香港就是政治中心 所以回歸之後 人們就說香港從來不搞政治 搞經濟 他們完全不懂歷史 無論是孫中山搞革命組織 在香港創立 越共也在香港創立 香港由始至終都是政治和經濟的中心 包括早期維新思想 也是在香港發展的 由香港再輻射回大陸 所以鄭觀應的思想 都是從香港吸收來的 這些叫做早期維新思想 再影響到後來大陸的維新派 所以其實香港從來是政治經濟中心 在亞洲 在中國近代 所以 當香港說不搞政治了 去政治化了 其實就沒有了歷史地位 香港如果不輻射回大陸的話 它就沒有了任何歷史地位 它無論是經濟輻射大陸 還是政治輻射大陸 就是香港過去百多年的宿命 但是港英時期 它就沒有嚴厲的《國安法》 所以香港很多政治活動在地下 地面 都是發生過、進行過的 無論是公開的宣傳 宣傳抗日 國民黨、共產黨在香港有活動 孫中山的革命組織在香港有活動 共產黨在49年之後 有很多的組織在香港繼續有活動 包括左派學校在香港繼續搞 《文匯報》、《大公報》、《商報》 這些是香港有的 《國民黨》的《華僑日報》 《香港時報》、《中國時報》 這些是香港有活動 學友社的香港有活動 香港從來就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所以1930年 越共的前身 印度之拿的共產黨 在《九華》成立 其實也反映了香港曾經的歷史名運 港英政府沒有去派國安 周圍抓的人 結果造成了香港的歷史地位 這是不能同日而遇的了 現在 越南改革派阮春福下台 因為貪污醜聞而下台 但是正如我所說 改革開放以後 無論是中共還是越共 貪污也是非常普遍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理由 是下台的 但是這件事情 可以讓人想像到 過去幾十年 新自由主義 其實現在很多人搞不清楚左派和右派 講全球化 有些人說一定是左派 英國全球化那些是左膠 因為工黨支持留歐 保守黨支持脫歐 其實保守黨裡面是不是支持脫歐也很難說 都是一半一半而已 那麼 講全球化最大力的一批 就在四十年前 那些叫做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那些是右派 就是講資本主義的 就是左派是不會怎麼講資本主義的 右派才講資本主義的 那麼 資本主義那條路 就是說 當經濟自由化之後 政治就會慢慢變成自由化了 所以跟那些獨裁國家 當時就是南美洲、拉丁美洲那些獨裁國家 新自由主義在四十幾年前崛起的時候就說 你跟那些南美洲、拉丁美洲國家 搞多一些生意 搞多一些自由貿易體 那麼它慢慢變成了經濟自由化 最後就會變成了政治自由化了 但是很明顯 這一套理論在拉丁美洲、南美洲破產 就是因為那些國家變成了 有錢了一點 比以前有錢了一點 變成了貪污腐敗很嚴重 然後變成了更獨裁的軍閥政權 即使是有民主制度 但是那些軍閥仍然存在 好了 後來這套東西移離亞洲 又是不行的 最初認為跟中國做生意 經濟自由化會導致政治自由化 但是出現了八九六四 經濟自由化之後 它有一個反動 就將政治自由化更加保守 然後後來 就是九一年、九二年 鄧小平南巡之後又繼續改革開放 一直是經濟自由化了 後來出現了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要 有一個反動 同樣道理 緬甸就是如此 緬甸跟軍閥在這裡做生意 做到他放了昂山素姬 然後當昂山素姬執政了 經濟又開始自由化了 突然間又拘捕了昂山素姬 而昂山素姬本人也有反動 也將政治自由化 對付羅興亞人 對付異見人士也不為餘力 所以經濟自由化導致政治自由化 這條新自由主義的路 似乎是徹底破產的 所以現在中共會不會好像越共一樣 又出現了這些權力鬥爭而導致下台 我認為是常態 反而和平交接才是非常態 就是突例 所以現在習近平在二十大後 尤其是在爆發大疫情之後 又好像是低調了很多 首先換了一些戰狼 換了王毅 有人說換趙立堅也是代表戰狼 我就不排除 但是我不認同 因為 譬如華春瑩也還在 華春瑩比趙立堅也更加代表性 戰狼外交 趙立堅可能我認為是跟他老婆的言論有關的 但是這個就沒辦法證實了 現在劉鶴又說中國回來了 就沒有了 似乎是釋出善意 習近平在新年的錄影裡面 又跟元老 胡錦濤、朱鎔基、李瑞環他們問好 似乎是釋出善意 但是從我以前一直以來的分析 我認為二十大前是會不斷收緊的 因為他是為了連任 當二十大後他沒有了這個連任的壓力 他可以再做多五年 他在這個時候就要放寬一些 如果繼續收緊 很可能會引來反彈的 在他的角度來講 他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還要維持一個最高規格的收緊路線 保守路線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連任壓力 如果四年後 五年後 他有連任壓力的 他想連任的 他身體可許可的 到時候就會再一次收緊 因為再一次收緊 就會導致政治環境 是比起二十大前可能更嚴峻 因為到時候他連任 受到挑戰一定會比現在更大 而到時候他的年老力衰 在那個時候 就會出現更大的反毒 這個就是無論是 哪一個共產黨的歷史 都是萬變不離其中的 除非就是效法朝鮮 世代相傳 否則權力鬥爭 時寬時緊 路線反覆 是不斷出現的 留意路線反覆不代表修正 不代表反省 不代表修正錯誤 共產黨不會修正錯誤 他們永遠都堅持自己是真理 這是共產主義的本質 就是相信堅持真理 最終會必勝 而怎麼知道真理就是透過鬥爭 最終贏了的就是真理 這是唯物辯證法 所以 大躍進到現在 反右運動到現在 都沒有道歉過 文革 後來80年代是有反省的 但是到了習近平那幾年之後 又說文革只是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曲折 由80年代對文革的定性為十年浩劫 到了習近平不見了十年浩劫 所以又是推翻了對反省 對修正的路線 始終都是堅定不如地 一直黑到尾 堅定不如地 責任不在我方 這是他們的特性 所以要了解共產黨 一定要從歷史 我們不能夠用現代的觀點去評價古代 我就說了 譬如說我上次說了 我出了一個帖 就說英國的博物館很好 文化氣息很濃厚 有些人說是賊 賊偷回來的 就是你不能夠用現代的觀點 去評價古代的東西 以前英國當然是海盜 是海上殖民帝國主義擴張最嚴重的 最厲害的國家 這是事實 但是那個年代沒有國家是不擴張的 你可不可以找一些國家不擴張的國家的大國呢? 當然小時候盧森堡那些沒辦法擴張 但是 自古以來 自羅馬帝國以來就是擴張 中國至秦以來就是擴張 是不是? 否則的話怎麼會南征八月呢? 南征八月 就是郊子 廣州 廣東 這些不是擴張回來的領土嗎? 那些說自己的領土不算 跟海外那些不同 你統治統治得久 就是自己的領土 統治時間短了 英國的崛起史是近代史嘛 近代史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前後 才寫上句號 變成一個現代的文明標準 所以說侵略別人的領土是不對的 那些其實就是一次世界大戰後 建立的共識 巴黎和會共識 但是一次世界大戰後都還沒成熟 變成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成熟 你就不能夠用現代的觀點去評價古代 古代他們教科書要怎麼寫? 開疆托土 如果開疆托土放在現代觀點 就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哪個朝代不是開疆托土? 是不是? 安嵐是這樣 吐蕃是這樣 中原王朝也是這樣 羅馬帝國也是這樣 全部都是開疆托土 現代觀點就叫做 擴張帝國主義 殖民主義、軍國主義 這是現代觀點 不要用現代觀點去評價古代 但是相反我們可以用古代觀點去評價現代的 因為現代的東西是從古代點滴而發展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從百多年來 共產黨的歷史 看到現在無論是越共中共 他們將來是怎麼走的 就是鬥爭是常態 和平交接是特例 這就是我今天的解釋 好嗎?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就是連牙狗 我拍片的時候是連牙狗 出片的時候應該是連三十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一家人 可以齊齊整整 平平安安 好嗎?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收費平台Patreon 給個like subscribe share Patreon裡面還有大量獨家影片和課堂 在農曆新年後 我會恢復下學期的中國經濟史課 教完中國經濟史之後 我就會開中國近代史課 好嗎?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